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是一支购物分享的视频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买的一些东西 都是一些杂七杂八八的什么东西都有 那我们就先从化妆品类的开始吧 第一样呢是我在NYX买的这一个 这叫color correcting的这样的一个盘 它应该是那种廉价版的Steela 其实我是想买Steela那个 但我觉得有点贵 所以就找到了这个廉价版的代替品 我上一支那个美妆视频也有说过 就是在上foundation之前 其实用做这种color correcting是很有必要的吧 那我以前在没有这种盘的时候 我都会用不同的concealer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来做脸上的color correcting 然后我就觉得太麻烦了 还不如买一个这样的盘 一共有六个颜色 那这六个颜色像绿色的话就可以去遮红 然后像这个黄色又可以当做高光 也可以做遮黑眼圈 像粉色我也是来做黑眼圈的 然后像紫色就可以遮一些脸部比较暗沉的地方 然后底下这两个颜色呢就可以来做修容 那第二个我买的呢就是这个Mac的腮红 是这个颜色的 因为我上一次视频也说过 其实我本身是特别喜欢这种coral peach的这一种色调的妆容 所以其实我就是一直在找比较范橘一点的那种腮红 然后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个 这个颜色叫peaches 就是听这个名字有没有也很想买它的感觉 这也是我一直想找的那种颜色 稍微范橘一点的颜色 下一个我买的呢就是这个too cool for school的修容盘 就是这样分三个颜色的修容盘 那这个产品真的也是太火太火了 我也不知道我到为什么到现在才买 就是在韩国这也是国民item吧 可以说韩国女生没有人没有它 就是人手一个 我看很多的韩国的美妆博主 他们有做一个topic 就是用一些韩国的国民item来画一个妆容 然后都是使用这个东西 修容做到这么有名的 除了那个Kevin Kevin我不知道你怎么叫 Kevin Kevin 反正就是那个啊 就是除了那个之外 应该也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盘做到这么这么有名的了吧 下一个呢就是 也是我朋友在韩国帮我带来的这么一个防晒喷雾 其实很多品牌现在都出了防晒喷雾 现在防晒喷雾也挺火的嘛 它确实很方便 你就是这样在山上一喷 然后就可以出门了 但是我在美国买到的防晒喷雾 大部分都是你喷完了之后 确实它会防晒 但是太黏了 就是太黏了 所以我其实很不是很愿意喷 除非那种我必须在海边必须要喷的时候 我基本上很少会喷 但这一款防晒喷雾呢 它也挺火的 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轻薄 你喷在上面的时候不会觉得很黏 就是很轻盈的那种质地 轻轻的就是附在你的皮肤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款真的就是超级超级超级好用 而且它现在已经出了加大版本的 当时我让我朋友帮我买的时候 还没有出那个加大版本 它现在已经出了那个大size的 如果你们能买到的话 可以买那个大size的 下一个呢也是我朋友在韩国帮我带的 也是一个防晒产品 是AHC出的这个Sun Stick 它是这样打开了之后呢 把这个盖子打开 然后这样转一下 这个Stick就会出来 其实现在这种在韩国好像也是蛮活的 它这个也是很方便的 你就这样在身上这样一涂 或者是如果你上妆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轻轻地往上拍 如果你在没有上妆的时候 可以把它当成你的防晒霜 这样给它推开 但是我试着在脸上当防晒霜用过 我觉得太油了 它不是水润 它真的是太油了 我是红干皮 但是这样涂在身上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 它补妆的时候很好 因为你知道在脸上的这个防晒 它确实只有两三个小时的防晒功效 过了两三个小时后 你还要补防晒 可是补防晒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你不能用手这么补吧 而且你是要像这种喷雾类的防晒 是不能喷在脸上的 我记得是以前看哪个美妆类TV program 然后里面那种化妆师专家 就是说喷雾这种只能喷在身上 最好不要喷在脸上 如果你实在是想把这种喷雾的 想喷在脸上 也要把它喷在手上了之后 这样轻轻喷在脸上 千万千万不要直接喷在脸上 它说了什么什么原因 具体什么原因我忘记了 但是我就记住了 不能喷到脸上 如果说你不把它喷到手上这样的话 就还是很不卫生啊 手很脏嘛 所以这个东西简直是太方便了 就直接补这个防晒的时候 轻轻的往上这样的补 所以我觉得它是补妆神器 我会天天把它带在包里面 然后出门的时候 只要要晒到太阳了 我会之前这样 好好的给它把防晒补一下 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欧兰亚的Hairspray 因为前段时间把头发剪了就很短嘛 我从来没有留过这么短的头发 然后我就在网上找了很多短发的Hairspray 我觉得真的 在这里说个题外话 就是运用那个卷发棒或者直发棒 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然后我就看了很多博主的这一类的视频 很多很多博主都用这一个东西 它主要是让你就是 styling过后的头发固定住 因为你知道如果用卷发棒的话 真的最多两三个小时 它都会搭到原型 这个东西你就这样轻轻的一喷 然后头发就能加固 真的能加固很久很久很久 而且像比如说这个地方 你想给它提高一些volume 也可以在里面喷一下 这样的话更有那种蓬松的感 尤其是刘海这样蓬松的 都是会用它来喷的 那我们说下一个呢 就是这样东西 这是我在一家叫那个 Bath & Body Works那家买的 就是你一进去 贼香贼香那种 基本上以前从来不会见 但是后来我在我朋友家 他说这个是在那里买的 我就进去看了一下 它是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这样的和一个这个 这个呢是插在墙头上的 然后这个是他们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味道的 它主要就是让房间里 非常非常清香的那种东西 像以前我可能会用diffuser 但我觉得diffuser真的是 放很多那个竹竿 它就会用的时间很快 但你放的少 它又没有味 就算放了很多 我也觉得它没有办法 散步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真的就是只有去了 那一个小部分才有味道 全房间里一点味道都没有 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如果说用了蜡烛的话 也不能天天烧蜡烛嘛 因为蜡烛是有就是燃烧蜡烛 会有二氧化碳出来 不太好嘛 然后有了我发现了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太好了 它会真的散步到每一个角落 但这个东西是 它是只能用一个月 用完一个月它就会没有 然后我就会再换新的 所以我会一家买好多瓶 囤在家里面 他们家的大部分味道 都是很浓的那种味道嘛 所以我真的不夸张 在店里这样闻了半个小时 到后面我觉得 我都要试去嗅觉了 然后最后我就选了 这个是Jasmine的味道 就是一种淡淡的清香 我还是挺喜欢的 好那接下来 我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在淘宝上买的东西 其实这个 我要说一下 当时淘宝来的时候 我已经录了一个开箱的视频 但那个时候光线不太好 所以那个视频录得非常非常烂 而且我录完整个视频了之后 我才发现 它竟然有一些东西 有一个东西给我发错了 就是里面最大size的那个东西 它其实给我发错了 我录的时候一点都没感觉 录完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那个尺寸给我发错了 是卖家发错了 然后在转运那个地方 又少给我发的东西 所以我说 那你就再给我重新记一包过来 我想说反正都要重新记一包 我就又在淘宝上下单了一些 现在在来的路上 所以等那一箱到了之后 我再给大家开 那个的淘宝开箱 那今天呢 我就说几样 我在淘宝上买的 还比较满意的几样 购物分享吧 首先呢 我在淘宝上买了这种棉麻拖鞋 我买了四双 这个是橘色的 然后还有那种 稍微淡红色 然后蓝色 还有灰色 我这样买了四双 我就很喜欢这种 非常非常简洁的 就很日系 无一两品那种风格的家具产品 底下是这种棉麻 穿起来很舒服 前面是没有封口的 所以也不会觉得武汉 或者什么 夏天穿也挺蓝快的 所以我还挺喜欢这一双的 今天我说 所有在淘宝买的东西 我可以在旁边都喜欢关键词 然后你们可以去淘宝上搜索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那下一样我在淘宝上买的呢 就是这一个纸抽盒 其实我本来想买的是 那一种稍微纸啊 塑料那一种质地的 比较软的那种纸抽盒 然后后来我看的时候 虽然很漂亮 但我觉得质地有点软塌塌的 就没有特别的喜欢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 它这个呢 就是上面是这种原木的颜色 然后下面是这种白色 感觉整体和我房间的风格 也比较搭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然后他们特别神奇 它这个有各种各样 就同一个颜色系 它在这边还有个槽 可以放手机 什么可以给手机充电 还有个槽可以放笔 可以什么放口红 有各种各样的 你们可以去搜一下 我觉得超级神奇 但我就比较喜欢这种简节 就是一切从简 这种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下一个我买的呢 是这个 是一个 它是一个鞋带 就是在下雨的时候 你可以把鞋这样套进去 然后这边有个拉链 拉上上面有这个松紧带 你可以它这样拧好了之后 这样下一天就是 穿着它出门鞋就不会湿 我觉得这个东西 好神奇啊 就 觉得怎么还能有这种发明 我觉得 好好玩 而且它超便宜 才两三块钱 人民帝 我就果断就买下了 而且很好的一点是 它还跟着一个 这样的一个小 就是包装袋 这样就是不用它的时候 可以把它这么收纳起来 也挺好的 下一个我在淘宝上买的呢 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牛皮纸袋 这个牛皮纸袋好像挺火的 什么inspall款什么的 我就觉得它很好看 然后可以在 我在里面可以放一些 就是相机的这些三角架呀 或者瑜伽垫啊什么 然后就可以收纳在房间里面 我买了两个 一个是这种字母的 还有一个是下雨的图案的 我都觉得很好看 然后跟房间的风格很搭 很有那种北欧简约的那种感觉 下一个就是我这个 沙发上的这个抱枕 这个枕套也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它呢也是那种 比较无印良品分 很简约的那种棉麻的质地 然后它前面有这样 三个条的这样子的设计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我都会把它们两个 这样放在沙发的一侧 然后是那种 稍微淡灰一点的那样的颜色 可能镜头里看不太出 在淘宝上 我其实还买了其他的一些 什么耳环乱七八糟的 那些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吧 太多了 那淘宝的东西就先收到这里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最近在Amazon上买的一些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